纽西兰发生时尚最严重袭击 夺走49条人命 纽西兰总理今天宣布会改革枪支法 避免悲剧重演 同一天 名为塔兰的嫌犯被控谋杀 他会继续被扣押 直到案件下个月5号再次过堂 另外最新的资料显示 我国遭殃的公民人数增加到4人 其中3人受伤 另有一名小孩下落不明 极右翼主义 星期五以最残暴的方式 在纽西兰基督城发难 警方昨天扣留4名嫌犯后 释放了其中一人 但有始至终不曾透露他们的身份 事发一天后 总理阿德恩在记者会上证实 他们都不是基督城的居民 但依然点到极止 不过他有重要宣布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的武器法会改变 有了试试改变 至于28岁澳洲籍男子布伦顿塔兰 今天在法庭面对谋杀罪提控 虽然官方没有点名他就是枪手 但他的名字与直播杀人过程的枪手一模一样 记录显示 被告环游全球 多次短暂停留在纽西兰 算不上是长期居民 塔兰全城不发抑郁 至于律师则是纽西兰法庭委任的 法官裁定被告还押候审 案件将在下个月5号 再次过堂 同时 土耳其官员透露 其中一名恐袭嫌犯 曾在土耳其逗留很长时间 官方电视台也展示了一张 嫌犯2016年3月17号 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的照片 土耳其当局没有透露男子的身份 但强调会调查他 当时在国内的行踪和联络网 同时相信他也去过其他国家 纽西兰法庭以照顾受害者家属的感受为由 禁止各方公布受害人的身份和相关资料 但官方证实 受害者包括了亚洲多国公民 媒体也报导 几名受害者将在今天敛葬 截至今早 共有49人罹难 超过40人入院 当中11人还在交互病房观察 两人情况危待